期中考以前是利用Excel部分做有關資料方面的處理 期末之後就是Photoshop部分 上禮拜我們主要是利用99乘法表 這部分我有公布在雲端上面有個99乘法表 基本上我們做法希望做出來就類似長這樣子 裡面的話題目裡面有要求我們就是利用雲端上面 我有放一個題目檔 這個題目檔裡面的話有一個就是107的題目 裡面的話107 那這一題是還沒有做完 我們上禮拜最後是做到 就是把這個題目裡面大概做出來長這樣子 那其他的部分當然延伸性的包含 後面其實還可以再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包含就是說那個把那個程式部分加上 因為目前像早上你們有一年級同學有那個 有那個VBA的程式部分 那其實現在呢對於程式的需求越來越大了 很多東西呢如果你不會把它做成自動化 你變成你要做很多的事情 像上個禮拜這東西啊 如果你可以就是一鍵就按下按鈕自動就完成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上禮拜主要大概幾個重點 我覺得比較比較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我們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把這個9980 再複製一個 把那個上禮拜的重點做一個回顧 但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在這邊我先把這個這個目前的 裡面的那個格式先把它清掉 裡面我把這個這個把它清除掉 那裡面的格式部分把它恢復好了 就無填滿 然後OK 那比如說像上禮拜我們最後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這邊就是在那個上面做一個99乘法標的一個標題 那這個標題呢特別注意有一個需求就是要跨 跨那個A欄到追欄把它放在中間 所以特別注意你要必須怎麼樣 先把這個欄先A到追欄把它做選取 選取之後的話呢把它做一個不是自中 不是直接自中是先跨欄自中這個要選取 然後把這裡面的字把它輸入90乘法標 那空一列在第二列第三列的部分的話呢輸入1到9 那這邊也輸入1到9 那我們希望做出來就是把那個上面的 這個列的標題把它放前面就是希望做出來是1乘上 這邊的1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一直往這個方向啦 那2乘1等於2啦 一之類推 最後做完當然就99乘法標 9乘9等於81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做出來的話 上禮拜有提過啦 其實可以 藉由一個所謂的藍列鎖定的概念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但等於什麼等於這一個 乘上的話因為它是一個儲存格 如果你要串結一個乘號的話 必須要and的符號 在一個雙前雙引號 等乘的話用x 小x來代替好了 然後呢再來 後面的雙引號and什麼呢 如果我要乘哪一個前面這一個的話 A4 那在等號and串結一個等號 再and兩個相乘那這個 乘的話呢就是新號乘這個 但你打勾之後呢向下填滿 如果你向下填滿一定會出錯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上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那b3的位置 的3 是不能夠動的 所以記得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然後你要看一下 一直都要以 1乘1 等於1 1乘2 這個位置固定 可是你可以觀察一下 下面一個 因為他這個 exale 如果你向下填滿 只要是列號他會自動幫你加1 所以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b3 他會自動變b4 a3 a4會變a5 會自動幫你加1就對了 這個都會加1 所以 如果你加了1之後的話 這變5 那你會發現 這就變這樣 意思是說 結果會是錯誤的 如果說我今天不希望說他向下填滿自動幫我加1的話 他b4 a5是ok 但b4不ok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3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這邊把他加一個前的符號 這樣打個勾 你會發現向下應該ok了 1乘1 1 到1乘9 等於9 但是這個時候如果你向右的話 當然也不ok 為什麼 因為 基本上向右 是藍號會增加 也就是說 如果你向右的話 他的b 會變成c a 會變成b 但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向右拉的時候 特別注意 向右的話 當然 這個位置 b變成c 是ok的 但是 特別注意 a 變成b 就不ok 所以記得 a藍一定要固定住 那也就是說 記得 如果你向右的話 請你觀察一下藍號 那也就是a不能動 那就請你怎麼樣 把a的前面加一個信號 加一個前的符號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正確的話 記得 再回到原來的這個儲存格 請你在a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a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再向右填滿的時候你會發現 一個99層發表 就完成了 特別注意 以後 這個在eSale裡面 如果你不會 做藍跟列的鎖定 技巧的話 有很多東西你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特別注意 那關鍵當然 重點 所以呢 第三列 你會發現 只要是標題列 跟a籃 標題籃 這兩籃不要動 你有沒有一下就可以做出結果 這個技巧我想很重要 以後 你如果遇到類似 因為eSale四算表 裡面一定會有籃 一定會有列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哪一些狀況 所籃 哪一些狀況所列的話 那你最後很多東西 做不出來 OK 這個是第一個 上禮拜 最最重要的 所以請你把 上禮拜那個107題 把它打開來 然後如果你沒有存到檔 反正你就知道一下 至少你要先這邊做個標題 A到J 然後1到9 1到9 這邊 就是做一個那個九者成八表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跟這個題目一樣 我們 這邊對角線 要能夠讓他變顏色的話 那變的顏色是什麼顏色呢 基本上就填一個 這個啦 這個橘子色吧 這個第三個顏色 橘色 也就是說如果他 對角線 加一個橘色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對角線 有沒有什麼一些 邏輯性 其實當然你要讓 你要的效果做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有沒有 他有一些 什麼地方是一樣的 你會發現 他的背 陳述跟陳述 就是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情況下 把它變一個顏色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 如果希望快速做出來的話 當然 比較笨的方法是 應該沒有人會這樣做 有沒有 橘色 然後再來一個什麼 再一個橘色 這樣子OK 可是問題你至少要做九次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希望一次就做完的話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那我想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 上個禮拜 我們就怎麼把這部分做一個回顧 然後待會也試著做做看 對角線如果要換顏色的話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上禮拜我們是做什麼 新的規則 OK 然後規則裡面呢 再加一個東西 這兩個技巧都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懂得這技巧的話 你工作上面的馬上就 很快的就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恐怕就是要慢慢來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職場上很多人 效率 效率很好的 很快就可以做完了 也不用加班 而且會多出很多時間出來 另外的話呢 他又 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相對他的技能跟專業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相反的 如果沒有那當然你就是 每天就是一直加班 然後呢 老闆要跟你要個東西 你就一直 一直趕趕趕啊 然後感覺好像很忙 但是其實你也沒有摸魚啊 可是又事情永遠做不完 那最重要的關鍵 其實就是專業跟技能 所以我是建議 你們在 學校畢業之前 至少該會的技能 一定要會 尤其像 E-Sale E-Sale在 目前來看 辦公室裡面用最多的 應該沒有一個軟體 會超過E-Sale 所以這部分的話 一定要把E-Sale先熟悉 最好是 不只是你要會 公視 會用一些這些 方法 最好是按個按鈕 自動全部完成 當然是更好 按鈕按下去 所以待會也許 你們可以想想看 早上 那個 就是 1年級同學 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用什麼 用 VBA的話 用程式 有沒有辦法做出 一鍵完成 最好是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什麼 按下它 自動99成法表 就產生了 你也什麼公視都不用下 VBA的部分 或者是說 還有一個清除 然後把第二個是 就是 把就讓它產生 然後 把這個格式加上去 試一下這部分 設定格式要條件 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如果了解 藍列鎖定技巧 一次就可以 把 81個儲存格的資料 馬上顯示出來 跟你一個一個自己手動敲 我想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已經差別很大了 更不要說 還 還可以更快 一鍵按下 按鈕按下去 自動完成 當然那個又是另外一種 方式 那第二個需求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對角線部分 可以塗上什麼顏色 塗上這個 橙色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 現在選取的範圍 你把它填 它變成全部都 橙色 可是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是要的規則是 如果當什麼 當什麼情況下發生了 當 它的上面跟 它的 左邊 兩邊是相等的情況下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它 加一個橙色上去 那這裡的話 當然你就要 學會用什麼 用設定格式要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而且規則 還蠻 麻煩的 就一定要用 這邊有 總共會有六種 請你一定要學會 最下面這一種 其實最下面這一種 是最好用 但是難度一定 也是最高的 就這個 我做法 做給各位看一下 一 一樣先怎麼樣 選取這個範圍 二 特別主要一定要選 選的這個範圍 指的是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那我要格式化的範圍 就是九者懲罰表 這個範圍 記得我看 剛剛同學 連上面這個標題都選了 不對啊 你選上面幹嘛 這個又沒有要填顏色 所以記得 選一定是選這個範圍 不要選到上面去 二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規則請你用什麼 使用公式來決定 那這個公式特別注意 最難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這個公式呢 其實也蠻口語化的 你慢慢習慣之後 你就會很熟悉了 第一個就是 記得 一定要先打個等號 無論如何呢 請你一定要先打個等號 因為剛好我發現蠻多同學 忘了加等號 結果一定錯誤 那這個等號呢 我的敘述是這樣 有點像 等於的話就是當 當什麼情況下呢 當上面這個儲存格 等於 他的左邊這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主要你就 輸入這個 B3 所以這個地方就輸入 B3 或者有個方法啦 你可以點他一下 不過點他一下 他會幫你鎖起來 鎖的話呢 其實這邊只要鎖列就可以啦 所以點一下把 B前面的 這個錢的話 為什麼 因為待會我們 會需要讓他一直往右跟往下 所以如果你把 B鎖起來的話 他變成他 一直都在 這個儲存格 不會動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鎖列 你跟他講說 你只要幫我比對的是 第三列上面的東西 跟什麼呢 跟A欄的東西就好了 所以如果他相等 第一個等號是當 B3如果等於 A4 那A4呢 也是一樣 請你把什麼呢 把A鎖起來 因為 你只需要讓他一直 在A欄上面移動 不要讓他跑到外面的話 把A欄鎖起來 那4的話呢 列 讓他可以往下 有沒有 他一直要1234比對 如果呢 所以前面這個等號 我的 就我的 這個這個習慣是把 當什麼 等於 就是當 後面的條件 這個條件如果 等於True的時候 就是為真的時候 那就做什麼呢 做底下的格式 有沒有發現這個格式 設定什麼格式呢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格式 格式什麼呢 把 那個底色呢 底色的話就填滿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填滿就是油漆桶 這個填滿其實就是這個油漆桶 那字型的話其實就是這個A啦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填滿什麼呢 填滿橘色 那找一下那個塵色應該這一個 塵色點一下 好這樣子這個效果按確定 也就是上面是一個邏輯 前面是一個等號 下面是你要做的效果 我們按確定一下 那他有點像 他會自動幫我跑個回圈 什麼回圈 從這邊一直幫你比對 比對完之後換下一個 一直幫你比對到 最後一個 如果這兩個 是一樣的話 那就填這個顏色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 那最後按個確定就OK了 有沒有 這個好處是 你就不用傻傻自己在那邊填 因為很多地方 尤其試算表 當然目前我們只有99 81個儲存格 但是未來 你們可能在工作上遇到的資料 現在大數據 一直強調 強調大數據的話 資料 相對的 就是大 就是多 如果你用塗髮煉鋼 你永遠不用下班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要不斷加班 因為他不會 這個 技能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上禮拜有 問另外一個問題 變化題 如果我希望呢 這個是 左上到 右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這個什麼 右上到 左 這個方向 就是 右上 到左下 我希望呢 能夠幫我填顏色 填什麼顏色呢 填上黃色的話 不過我覺得不錯 好像有同學 上禮拜 我好像有提 但是沒有把答案告訴你們吧 可是 有嗎 有 OK 可是我沒有照相 不過同學不錯 我做出來了 那我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另外一個方向 當然就是 一一樣是要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就是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二 再新增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 一樣使用公司來決定 那所以 一樣的方法嘛 等於 等於就當什麼呢 其實這個 當你把規則找出來 當 這個 這兩個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的規則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相加剛好等於多少 等於10嘛 所以 如果你一樣的方法 當 當什麼呢 當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所以一樣是鎖那個 我們一樣是鎖列 不鎖籃 加上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一樣是鎖籃不鎖列 所以把那個 4前面的前的符號 等於10的話 這樣子 所以規則 一個就是這樣子 概念大概差不多 那我就設定格式化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把它變成黃色的 按個確定 再一個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他就把它蓋 不過中間這一格 先做的 都被蓋掉了 後面的就會把後面 所以因為 我沒有多一個 公式 那所以就把它蓋蓋過去了 那請各位 試一下 這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 最後的結果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請各位 試一下 就是懲罰表部分 那當然 這個後面不免輸的 我還是會講一下 有關那個跟VBA有關的 所以 你們也許 把這個工作表 再拖拉一個 拖拉加 Ctrl鍵就是複製 一個一樣的工作表 然後呢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VBA好了 我習慣是 如果你希望旁邊做兩個按鈕 做按鈕 按下去之後 自動做出剛剛的動作 那剛剛有哪一些動作呢 我把這刪掉一下 然後把格式也拿掉 把這裡面的格式 就是剛剛 這個儲存格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些 規則先刪掉好了 讓它恢復原來的狀態 如果我今天呢 不要用剛剛的方法 剛剛的方法是 還是要用滑鼠鍵盤自己下條件 我希望最好不要 就是旁邊有按鈕 按下它 第一個 992秒自動出現 第二個呢 自動幫我做對角線的這種格式 那另外的話也可以做出什麼效果呢 把那些 全部清空 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這要怎麼做 不過這個可能 一樣要用開發人員 裡面的那個 Visual Basic 這個地方在城市部分 比較難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 這個還是有必要學會 因為學會之後 真的就可以一件完成很多事情 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怎麼做的 我先來看 你怎麼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